好,現在我們要開始上大氣圈 我們首先要上的是大氣的來源跟它的功用 它來源的部分,以前的學測是有考過的 考試有考過,因為是那個時候課本講的比較清楚 所以有考 但現在課本講的比較不清楚 所以它就應該在考的機會不大 不過它功用呢,還是會考的 而且以前的就是考過好幾遍 好,這是告訴你說 地球最外面有一層薄薄的一個大氣層 它對於地球眼光看,它非常的薄 好,你待會就會知道 我們把大氣層算到有100公里後 就已經是很多很多了 但是呢,居然是100公里後 地球半徑是6371公里 那以地球非常非常一點點 但它雖然很薄 只有一點點 可是對我們地球很重要 重要,它有很多功用 它有很多保護 那我們要看它的起源 還有成狀構造 在後面要講,還有它要對我們的保護 一個是它的起源跟功用 那我們前面教過了 地球是一團雲氣所構成的 所以呢 在地球既然是一團雲氣構成 所以在地球形成的時候 自然外面就有一堆的雲氣 那就是所謂的原始的大氣 最早最原始的大氣 這裡面的主要成分是氫、氨、氨跟甲烏 就是原始大氣的成分 可是這些東西很快就不見了 跑掉了,為什麼? 因為地球的質量不大 引力不夠 所以就跑掉了 飛走掉了 所以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原始大氣很快就消失了 那麼現在這個大氣 在一開始的時候怎麼來的? 現在的大氣 在一開始叫做所謂的早期大氣 那早期大氣是怎麼來的? 然後有什麼成分呢? 早期大氣的成分就是來自我們前面講過 地球是一團刺熱的火球 所以有很多的岩漿活動 噴發岩漿活動的時候 會噴發帶出一些氣體 這裡面的氣體的主要成分是水氣跟二氧化碳 那麼岩漿凝固的時候也會放出氣體 主要成分也是水氣跟二氧化碳 這有個圖 這圖你可以看到左手邊這個 最多的是水 其次的是二氧化碳 最多的是水 其次的是二氧化碳 最多的是水 其次二氧化碳 第三位其實是二氧化硫 第三位其實是二氧化硫 但是因為它的成分跟現在沒有太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不提它了 不提它 直接跳到第四位的 直接跳到第四位的氮氣 所以我這裡邊跟你講的是水氣 二氧化碳跟氮 不管怎麼樣啦 火山泡發的氣體 熔岩凝固的時候 所釋放的氣體的成分的都是 主要是水氣 其次是二氧化碳 所以我們的早期大氣的成分是誰 早期大氣成分是誰 水氣跟二氧化碳 那那是最早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那它怎麼變成現代這樣子的呢 水氣是怎麼不見的呢 二氧化碳怎麼不見的呢 水氣的不見呢 比較簡單 就是隨著地球的冷卻凝固 它就開始凝結 然後降下來變成河川湖泊跟海洋 所以水氣就不見了 那二氧化碳怎麼不見的 二氧化碳透過三個方法不見的 第一個呢 就是溶解在海水中 溶解海水中 李化老師教 它用排水及氣法收集 難溶於水 但是還是會溶 很多的海水 還是可以溶解很多的二氧化碳 然後再來就是跟鈣結合成石灰岩層在海裡面 有兩氧化不見的 但是最主要不見的方法是第三個 就是你們在生物交過的 你們生物交過最早的生物化石是誰 綠色植物嗎 藍綠菌會起什麼作用 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會把誰變成誰 會變成癢 所以最主要不見的就是靠誰呢 綠色植物 然後呢 形光合作用 然後把它從二氧化碳變成癢 所以 空氣中的癢就怎麼樣 越來越多 剛才的玩意兒 現在都沒有想到它是誰 蛋 有沒有 蛋你剛剛講的你不要它 所以蛋沒有做 就保持到 保持到現在 然後呢 二氧化碳轉變成癢 癢就越來越多 所以現在的空氣變成以誰為主 蛋氣跟氧氣為主 所以就成分就開始改變了 改變了 變成現代大氣的成分 現代大氣的成分把它分做兩類 一類叫做固定氣體 一類叫做變動氣體 所謂的固定氣體就是說 在全世界各地 它的成分比例含量差不多的 叫做固定氣體 小學教過兩個 國二里話教過一個 你記得嗎 氧氣跟誰 小學教過兩個 空氣的主要成分 我剛剛有提過啊 氧氣跟氮氣 還有一個國二里話教過誰 還記得嗎 氧氣很好 氮氧 這就是 所謂的固定氣體 全世界比例差不多 這有個表格 講義上也有 不用背 看看就好 78% 20% 不用背它 看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呢 圖跟表的意思是一樣的 只是說只是一個用圖表 是一個用表表的設計 那意思就是它的比例而已 沒有關係 那這叫做固定氣體 變動其實就是說 在世界各地 它的含量比例會改變 叫做變動氣體 我們要交三個 水氣 二氧化氧跟臭氧 這個是 水氣是這一個 這一段 就是講大氣的 講氣象這段重要的 二氧化氧跟臭氧 是在後面 交全球變形的時候是重要的 但是 但是待會我就會把重點都提過 好 就是變動氣體 它的成分比例含量會變化 叫做變動氣體 那我剛才給你看的固定氣體說 這個78% 20%的比例呢 的計算 是用乾空氣做標準 不算水 為什麼 因為水氣的變化太大 沙漠的上空 水氣可以是百分之0 因為在海洋的上空 可以百分之4 所以世界各地的 空氣的水氣的變化太大 如果你把水算進去 這樣大家分母就不一樣大 大家連分母都不一樣大 那個人叫固定氣 那個人叫固定 所以呢 就把水氣給幹掉 請乾空氣當標準 如果要更正確的說 需要乾淨的乾空氣 這一缸裡面存氣 沒有任何的規程 沒有任何的小液態 沒有任何的小液態 或者是小固態 純氣 乾淨的乾空氣 所以 因為水氣含量變化太大 所以我們在計算 空氣中 各物質的含量體液的時候 把水氣剔除在外 是以乾空氣做標準 好 可以說